1月8日由范蒂塞尔主演的好莱坞动作电影《最后的无视猎人》在北京举行首映里 作为2016年最早与中国观众见面的几部好莱坞大片之一 最后的无视猎人向中国观众展现了西方世界的无视文化 不但是像炫目穿越中世纪 还融合时像流行的游戏风格和动作元素 新闻在线北京采访到道